向后转 准备 跑 快搽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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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要出奇迹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能力努力实力 没有什么奇迹 他刚来了没多久就想超越我们所有人 小枪 其他人进行卧姿训练 汤小米跟我走 去哪儿 我们即将成为水陆两栖侦察班 这就意味着水下潜伏 武装求度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昨天你的臂气训练不及格 现在我要带你去特训 报告 特训什么内容 水下臂气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昨天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 什么时候准备好 我 小文医给我严肃点 是 汤小米 我也希望你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跟你声明一点 我们水下壁气是为了潜伏 所以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 是不准离开水下的 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那如果你遇到危险怎么办 没有命令 就算我憋死了 你也不可以救我 可是 你 汤小米 懂点规矩 听班长的 小文医给我安静点 是 汤小米 听我反应 小悠 转 起步 走 班长怎么样 你自己看看 你差远了 班长 那我再来一次 不用不用上上 你看我怎么做 小米 小米 白天的水下壁气烤盒没有及格 童华带她去特训了 这么晚还没有回来 去了多久了 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也很担心她 可是班长的脾气 您应该知道的 她不让我们管 夏夏跟我去看看 其他人赶快回去睡觉 是 是 你这怎么了 童华 怎么了 指导员 班长弄到在水里憋气憋得太久 我怕她有危险 所以把她救上来 结果一上来就晕了 这不 回来的路上 她才缓过劲来 唐小米 我现在 再当着指导员和大家的面 跟你强调有一遍 你一定要遵守命令 指导员 她死了我也不救她吗 行了 你们回去休息吧 风华 改天我们好好聊聊 是 你这跟谁这么较劲呢 唐小米 你下次一定要遵守命令 我遵守命令 我遵守命令你就死了 唐小米 我再重复一遍 就算我死了 没命了 你也不能救我 小米 别说了 快表个态 是啊 小米 快听班长的吧 你这丫头怎么不听话呀 班长都为了你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还是不听话呢 你赶紧表态 快 行了 班长 我听你的行了吧 SCH EASM 凱多 我不能说 这 role 鲲小米 我agua 把我的几个小 弊 hits 是 是 你标准不远了 桃小米 加油 你到底要不要让人睡 你诚心的吧 班长 管不管 桃小米 你也太夸张了吧 各位 对不起啊 今天我水喝太多了 吐出来舒服 是啊 喝了一池子的水 不吐才怪你 慢慢吐啊 这盆不吐满 你别跟我睡 谢谢 罪过啊 罪过啊 别人都在吃饭 我却自讨口吃 一个人来做臂器训练 活生生地把自己给憋得 晕了过去 看来训练 还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没想到啊 这汤小米真够浑的 居然坚持到窒息 你说她会不会又是一个童华 不可能 童华意志力太强悍了 连指导员都说她一鱼长刃 要我说 小米窒息一万次 也抵不过童华 童华太狠了 一个在水里面窒息的人 居然可以靠意志力醒过来 就要放在小手里边 醒过来直接穿越了 我要不是亲眼看到 真是不信 所以她是班长啊 童华太狠了 有的时候啊 人不对自己狠点 就难以突破极限 你倒挺会说的 你也对自己狠点啊 你也来个突破突破 小声点 她在睡觉呢 刚刚在水里泡了半天 我们去晒晒太阳 对 我也觉得好乱 走 起立 汤小米人呢 为什么晚饭没来报到 不知道 不清楚 指导员 他经常不吃饭 只知道买他骨链 班长 小米回来了 小米 你没事吧 班长担心死你了 刚才知道有人过来还问你呢 放心吧 能棒能跳的 死不了 班长 你看他 成绩呢 优秀了 太棒了 汤小米 告诉你啊 你这样偷着臂器 必须马上结束 再继续 我就给你告诉指导员 我说夏夏 你怎么这么喜欢打小报告啊 爱听不听 你再让我发现 我肯定告诉指导员 好好好 不练了行了吗 夏夏 你是怕我超过你吧 你是怕赶不上我吧 班长 你的要求我达到了 你对自己的要求仅此而已吗 童华班长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 虽然我的B7训练达到优秀 但我汤小米对自己的要求 肯定不会仅此而已 我们女子侦察班的训练课目 一直是五花八门的 但是我最期待的徒手格斗训练 似乎马上就要开始 你给我等着 一旦进入徒手格斗训练 我第一个选中的对手 就是班长你 因为只有打扮你 我汤小米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承认我当得起这个女子侦察班的班长 我可不是官迷 但我就是要证明 我的实力比你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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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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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别纵弄他 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大点本事啊 我今天和你好好说话了啊 我也跟你好好说话呢呀 反正我是横看竖看 汤小米就是不像一个兵 你这是偏见 汤小米通过努力 在短短的时间里当上了班长 这不足以让你对他改观吗 算了 算了 还是等时间到了 看结果吧 行 谢谢 谢谢 谢谢